好 过去的八八风灾造成了小林村灭村 大家对于这个惨剧记忆犹新 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地方是真的住人住不得了 我们刚刚看到了包括了风秋 怎么无风无雨上个月会自己垮了 包括了草岭 刚才西平老师有点名了 还有人点名哪里 庐山我们先来看 庐山温泉一夜好雨 塔罗湾溪暴涨 滚滚泥流冲出了堤防 岸边的温泉饭店全都着阳 这一头造价上亿元的这个温泉饭店呢 它的上千万这个防水闸门已经完全被冲破了 透过这个围墙网里头一看呢 整个是淹了一层楼高 连我记者都没办法再走进去了 温泉饭店里的家具桌子椅子全被冲了出来 饭店里高档装潢全泡在烂泥巴中 花瓶不景东倒西歪 这里原本是这个温泉饭店这个主要的大门区 结果呢现在变成淹到这边来了 事实上要再往里面走了 还有烂泥巴 结果呢现在变成这样子的惨状了 从至高点一看 有的温泉饭店地基快被掏空了 门口的迎宾车道屋檐被撞垮 让上山查看了饭店业者以及员工全都傻眼 就关心一下 我以为里面还有人啊 对 那里面还有人吗 没有人 没有人都没有上水了 还好相公所前一天五坡强制撤离之下 遭水淹入温泉饭店没有人员受困 但没有想到台风没有来 光是没雨 如山已经大淹水了 最是被下令要牵吹的祖阴 座禄街城资源朱贤明 SG小组南投报道 中国庐山真的这么危险吗 以前不是庐山曾经也是受创过 然后又重建又请大家再来 现在又再重创 庐山真的危险 但是呢 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 有时候政府的政策一转弯 结果民政统统被打到翻 业者被打到翻 我先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是我画了一个庐山当地的示意图 对 庐山正面目 你看这个是塔罗湾溪 这几天大家在这个新闻里头 一直听到塔罗湾溪水暴涨 就是这条溪 那你想想看 庐山温泉就散布在溪的两侧 所以呢 庐山当地当初在六九风灾 六九水灾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五六年前的时候 我有去采访过 当地的民众告诉我 他说记者记者 我告诉你们 我们这边的居民最怕第一 溪水暴涨 第二呢 入击掏空 因为溪水一旦暴涨 这个沿着核体岸边建的这些饭店 它就会被掏空核床 而导致什么呢 倒塌 各位还记不记得 2008年新乐客台风来的时候 那个起立饭店倒塌的那一瞬间 被大家 金帅还是我忘记的名字 那个画面不是被大家给目击吗 不断的一直在倒塌 台东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起立也好 金帅也好 这就叫做陆积掏空 就是有一栋整个框下来的那一栋 台东发生过一次 这里也发生过一次 再来呢 就是土石流 各位 这最可怕 因为这可能会造成灭村 大家请看 这个北坡母安山 它每年随着暴雨 都在轻微的位移 可是各位要知道 对我们民众来讲 叫轻微 对教授来讲 那轻微那一公分 那0.5公分 都是要由中央地址调查所 细细去监控与观察的 那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 它的蓄水量到达饱和 它的位移达到了 不能够在控制的地步 砰整个下来 整个庐山 这个所谓的 这叫仁爱乡 这个村 是不是有可能会灭掉 所以这次呢 他们要把这个村 迁到哪呢 迁到这个埔里 一个农场那边 但是当地的民众讲 那你既然现在跟我说 要迁到那儿 因为南投县政府 已经贴出公告了 这里以后 在这个上个月31号 贴出公告说 这里要废掉 那你妙了 那你如果与其要废掉 你2008年 一直到现在 2004年了 你为什么当时不好好 就说要废掉 你害我现在重建了这么多 盖了这么多 是不是 那更是不想放弃啊 对啊 那你现在跟我说要灭掉 那这次你看看 我们现在发现这个村 现在目前都撤出来了嘛 也是里面空无一人 那我请问 这些灾民的损失 这些钱 以及签的这个 所谓的签的费用 谁要出 中央政府说没钱哦 南投县政府说 我也没钱哦 那钱到哪里来 而且人家已经重建过了 现在根本 更不愿意走 所以昨天看到新闻说 五度的撤离 对 一变一变了 还说你不肯走 你还要签什么窃结书 最后还是把你劝走的教授 就是因为这里 真的不能住人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是 可能台湾现在风险最大的 风险最大的地方 因为它那个 后面那个山确实是会动 那会动的话 虽然中央地址调查所 在那边做监测 但是监测只是会告诉你 有动有动 但是最后动的比较大 就是会造成灾那一动 什么时候发生 谁都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那所以就像小林村 那个事件就可能重演 那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 跟山上的滥肯 山上原来种果素 种很多 还有民宿盖台多 通通是违章的 几乎房子都是盖 申请一个小小的农舍 啪啪啪 盖这么多 所以庐山温泉这些房子 绝大部分没有建造 你说要去叫政府 要我们纳税医务人出钱 我觉得也不公平 也是 那庐山就是 你们自己进去 自己要抗责 怎么通通赌给政府 赌给政府 就赌给全国纳税医务人 那钱是你们在赚的 那很早就发现有危险 那你们就是不肯走 那而且还有人建议说 你们住到山下 天气好的时候 上山来做生意 也不愿意 那你说除了这 还要找政府 庐山温泉的风险很大 因为塔罗湾西 我自己有走到 塔罗湾西最里面去 就跟那个林武军去 那里面奔得很严重 那很严重 如果塔罗湾西在预告 塔罗湾西就在 88还有在 节目级都有预告 预告的话 他们庐山那个街道 大概都会报当 您去过就大概就会报当了 那现在如果就是 不预计多少 那后面那个山一动 这个庐山温泉整块 也可能会照样 我补一小段就好了 刚刚教授有说一个重点 当地有一些是 很久以前在那儿的 合法开发的 他们就告诉我 不公平 对 因为你后来那些 烂肯烂法 或者是那种浮烂开发的 然后没有建造的 那这些人 让我们这边 家缘破碎 然后现在呢 你要赔偿的部分 政府呢 他变成说 你这些部分 这些后面我不能赔你 那前面的人 他就蒙受不白之约 他合法的非常少 对 很少有合法的 没有做 不过教授 昨天我们在新闻当中 一直看到有官员 在以最后一根稻草来形容 甚至也有官员讲说 如果前有地震 中间有暴雨 后面台风计接着要来 最坏的情况 都加在一起的话 可能会发生这些庆刑 但是我们刚才也看到 像风秋 无风无雨 有没有可能被点名的 庐山或者是草岭 无风无雨 照样面临一个 可能会这样的情况 无风无雨照样垮 大家记忆最新的 就是国道三号 国道三号走山那个 陈美鳳 陈美鳳 对对对 那是无风无雨啊 什么事都没事啊 第二年又跑到国道一号 在基隆这边又垮一块 所以无风雨会垮的 不是不会垮了 山坡地 它无风无雨 而且没有地震都垮 所以山坡地 本来我常常跟山山的朋友讲说 你们住山上就有土石流啊 就有这些什么山崩的危险 那他说 那就你们平地好 我说对不起了 我们平地人被车祸的危险比较高 所以全到处都有危险 自家有危机意识啦 不过西平老师 这个土石流也不是 当然台湾很怕水 很怕大量的雨 但是土石流也不是台湾的专利 包括我以前住在洛杉矶 那个西边靠近太平洋的 马尔里布 那些有钱人的房子 照样土石流这样冲下来 国际间的案例也不少 当然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措 这他山之石子什么 我觉得现在是土石流 最近最大的一个土石 就是甘肃 这个周曲县 淹了多少人 居然淹死了八千人 八千 对八千人 所以它就是 我刚刚讲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 汶川大地震 把它土石统统摇松了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它在山谷里面 就像庐山一样 庐山在山的山谷里面建 这是第二个危险 第三个 它的环境保护不好 它建了 在那边开发矿场 又建了47个水电站 这些矿场的水电站 把它的环境保护 整个弄了 就像我们台湾 烂肯烂建 其实都有这些问题 所以当大雨一下来的时候 它也是先是一个眼色谷 眼色谷有一崩溃 你想想看 你在山谷里面 这种千军万马 这样来 然后翠石统统落下来 所以地震又把土石震松了 所以它就像一个 圈鱼马弄过来之后 我跟你讲 其中有一家人 他家有25个人 结果他在山坡上面建个新房子 那他爸爸带了儿子说 我们俩人去新房子守房子好了 叫房子里面守房子 后来听到土石 轰来出来看 眼睁睁看到 他家里面住了23个人 23个 他跟他在上面 他们家25个 23整个人被这土石流 哗 就整个被冲掉了 就一片狼藉这样冲下去 所以从这个周曲线 刚周曲线这个就可以知道 大家一定要小心土石流 好 从八八风灾到现在那时候 大家一片检讨的声音 到前两天的豪雨又成灾了 到接下来台风纪才正要开始 我们的这个政策 到底是不是都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到底有没有一个长远的政策 我们有没有进步啊 马上回来 吃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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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